我根本没有查到什么非可 没想到你居然就这样承认了 余侄一直都怀疑你 可是我一直都在反驳他 可没有想到 到头来感情用事的人 是我 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贴心啊 我更贴心的是 我电脑的屏幕是用了你的照片 胡说 明明就不是 你怎么知道啊 看过我的电脑吗 我瞎说的 我的电脑我设置了密码 一般人不会知道 但是你知道 0818 我们相识的日子 你有很多次 都可以碰我的电脑 你就没有好奇想看一看 我好奇心没那么重 你想多了 我已经查到了 这次 在网上被篡改价格的事情 有人在我的电脑里装了木马 顺着这条线索 我已经找到了那个黑客 卉卉你还不打算跟我说实话 这是我做的 是我做的 但是我是逼逼不得已的 我妈抄袭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 正好那个时候高杰的性品上市了 居思颖跟我落下了狠话 说如果我输了我就彻底出局了 玉依 如果不是因为高杰和居思颖对我不步紧逼 我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 啊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 你打击高级我可以理解 可你有没有想过 你同时打击的 还有我 我想过要弥补的 我不是也跟你说了吗 来凡思芮华 只要我跟居思颖 开口 能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不是比自己辛苦创业 要容易得多吗 俞义啊 我根本没有查到什么非可 没想到你居然就这样承认了 俞义一直都怀疑你 可是我一直都在反驳他 可没有想到 到头来感情用事的人 是我 你在套我的话 灰灰 为了你 我已经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了 可是你为了自己的利益 就这么轻轻松松地把我给牺牲了 这样的感情 我没法信任 对不起 等一下 你只是因为我知道你电脑的密码案 就才算是我干的 还拿话来套我 雨依 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相信我吧 我相信你 我太相信你了 我想出这种迫不得已的办法来 可没想到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真正的信任 不需要考验更不需要试探 这一天我倒是很羡慕高姐 她不管做了再多的错事 于智还是会愚蠢的 义无反顾地去相信她 可惜 可惜 我还是没有遇到这样的人 对不起 可惜 我还想要说 好 我还想要说 我还想要说 我还想要认识 我还想要认识 你不能讲解 我还想要认识 我才能说 我还想要订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 好漂亮的玫瑰蛋糕呀 我要这一款 不好意思 这个只是摆设 我卖的 真有心 恐怕是由自己家里做的 才能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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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